在周杰伦牛仔很忙的MV中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名和他拉小提琴护嘎的正妹 其实呢他是师大艺术表演所的研究生 今年23岁 擅长小提琴 钢琴 声乐 还有戏剧演出 多才多艺之外 大家也发现到他拥有一张超级明星脸 凶狠眼神 粗鲁动作 就算是反串演出大坏蛋 在人群当中 这个清秀的小女孩确实特别亮眼 就读师大艺术表演研究所的张玉杰 有张明星脸 直接拿来对比就知道 一双超级电眼 翘挺鼻梁 还有甜死人的笑容 真的好像港星梁洛诗 谢谢大家会因为这样子记得我 可是我还是有跟梁洛诗小姐不太一样的地方 小梁洛诗不只是外形亮眼 还是个多才多艺的正妹 长得上梁洛诗的小女生 真的有这么的厉害吗 我们来还原现场实际带您去验证看看 那时候戴牛仔帽 然后帽颜比较大一些 然后那是我应该算第一次贴假睫毛这种东西吧 然后就是不太知道要注意什么 然后她有帮我瞧帽衣 今年才23岁 张玉杰就已经拥有了小提琴戏剧 还有声乐等专业技能 不只是外形交好又多才多艺 也因此受到演艺权侵来 觉得呈现给观众比较好的画面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 形象反倒不是那么重要 不因为明星点自满反而要求自己培养多方面才艺 就连周董都要尊称她一身老师 张玉杰的未来演艺生涯相当令人期待 中间新闻翻节目下证 特别参观报道